分享一下我出差看品的一天吧 早上带着我的河南味先吃一碗面 每次住酒店都不知道吃啥 这边菜的味道比较清淡一点 索性直接吃面了 收拾好行李之后呢 就出发去第一个品牌方了 到那儿就各种看品啊摸品 因为都是老合作商了 所以沟通起来还算愉快 顺便选了一些女装发往正中 准备到正中之后再给大家直播了 看完第一家之后呢 又去到了第二家 这家的老板呢 我们其实也都认识三年多的时间了 这盘货里面有我喜欢的蓝色系和米色系 所以走到这盘产品之前呢 我就根本走不动了 也顺理省张了 挑了一些我喜欢的产品 准备带回正中 紧接着看完这家之后 又去了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 今天真的是来回穿梭在这个城市里面 杭州的温度还是很低的 站在外面等车的期间 我才感觉到两腿发软 可是当我抬头仰望天空的那一瞬间 才想起来 这不正是我所期待的生活吗 提着行李箱找到地方先填饱肚子 简单的吃了一些午餐之后 又去了一个家房品牌房 一下子就被这个品牌吸引住了 索性直接退了机票 留下来慢慢挑选 今天真的忙碌又充实 但这种生活真的好喜欢 一直忙碌到晚上才找到酒店 坐下来休息一下